哈喽大家好,我是教授老师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 利用我们的移动对象 怎么来摆正 那我们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按F8 这个产品肯定是不正的 一般这种丝筒位置 还有这种骨位位置 比较简单的产品 筋位位置 还有这种柱子位置 肯定是跟着这个柱子位置来摆直 但是我们放平之后 它是不是个直的 而且这里也是一样的 也不是直的 嗯,好,那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先把这个 坐标先显示出来 格式WCS 有个显示坐标 OK 那么这个坐标的话 肯定在最个位置位置 肯定不一样 我们放平之后 这个产品不平 那么就跟着这个柱子来摆 好吧 那么就选择利用一个 动态坐标呢 把它放到这个 随便找一个柱子 随便找个柱子 啊,找这个柱子吧 找这个柱子 好吧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双击这个坐标 双击这个坐标 啊 双击这个坐标 然后点一个 Z轴Y轴随便拟了 啊 都可以啊 那我们一方是点Z轴了 好吧 Z轴 然后对齐这个 语言的一个方向 对这个语言的方向 好吧 这个语言 对这个语言 外语言也可以 外语言也可以啊 对这个语言心 好 然后这个坐标就 做成平行 做成平行 好吧 好 那我这是动态 作品改过来了 那我们这是在移动 我们这个编辑 移动对象命令 然后选择 框选 所有的产品 好吧 框选 所有产品 那么这里面选择是cs到cs 那么就起始坐标 我们肯定选择这个动态坐标 移动到这个绝对坐标 他们两个坐标角度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选择起始 选择动态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动态坐标 这里要选择wcs 好 那么我们就选择一个确定 那么我们移动到目标呢 就选择为绝对坐标cs啊 绝对对话框 远点绝对坐标 好 确定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确定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坐标角度呢 就会改过来 确定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设置一下呢 绝对 回到远点 回到绝对 定向远点 OK 那么这个产品就已经不容易了啊 基本上就是 摆正了 已经摆正了 对不对 你看这种柱子啊 都是摆正了 好吧 都是OK的 两边都一样 还有这种地方 嗯 这时候我们利用我们那个移动对象啊 利用我们那个坐标到坐标啊 坐标到坐标来移动 那么就是再来找出产品的中心啊 利用我们的产品呢 移动到我们的绝对坐标中心呢 也可以啊 设置它绝对 好吧 那么这个产品不在我们的绝对坐标中心 有点偏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利用我们那个做个方块 框选一下 好 选个零 确定 那么就是我们画一个 尺线 直线 选择这个端点 对角点 我们先把这个中心线找出来 好吧 那么就是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线 我们把这个动态坐标呢 再把它放到这里来 格式 WCS 动态 放到这个点来 终点 这就是产品的一个中心线 产品的中心线 好吧 然后再一样的利用移动对象命令 框选所有的 一样的啊 动态坐标 WCS 确定 目标的绝对坐标啊 原点定向绝对坐标 绝对坐标0.000 XYZ都是你原点 好吧 那我确定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我再设置为绝对 格式设置为绝对坐标 OK 那么这个产品就已经被我们移动到我们的一个啊 绝对坐标中心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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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产品刚好在我们那个 这是我们那个利用我们的一个 移动对象啊 坐标到坐标可以摆正可以啊 移动这个 把产品的移动到绝对坐标中心 好吧 那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啊 谢谢